另外宜蘭縣政府今年發給縣內幼稚園到高中職教職員的教師節禮物 從電影票改送南洋增遊去 主要是觀光工廠的優惠券 還可以兌換一組平安順心的宜蘭外 鼓勵老師們多走出戶外 今年教師節不再像以往一樣送老師電影票了 縣府和觀光業者洽談改發南洋夫子周遊去的優惠券的老師 瓶券可以到縣內樂處聚典 享商品飲品優惠 還贈送一組平安順心的宜蘭碗 今天我們教師節的禮物 是介入阿保基教會的方向工法 資生老師宜蘭碗 因為在資生宜蘭碗同時我們還結合文創之旅 所以在我們這個券上面 其實有提供幾個文創的地點 讓我們的老師也能夠在這個教育的時候 提供一些優惠讓他們去做參觀 縣府表示包含縣內公私立高中職 國中小級幼兒園 受證教職員約8200名 使用日期到11月14號為止 這個機會是縣府每年會偏偏 大概經營我們邊內的85萬的 有關於這個就是減輕 無度的這個經費 今天是我們跟這個教師相關團體 還有香港團體這邊開會 那想說一年 親近年都是以電影看來的方式 那在親近年想說 特別接受公益的這個部分 以這樣的意志來辦理 科長也說活動要讓教職員認識宜蘭文創 還有也是支持生障朋友製作的宜蘭碗 兼具公益性質 宜蘭宣指的黃竹漢怎麼不到 然後我們就要去年底的售 然後我們就要去年底的售